大黄洋首度在西岸展出了 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不过近日在哈岗社区就不断传出了 有小偷闯空门的事件 在华人家庭是翻箱倒柜 把值钱的珠宝和现金是洗劫一空的消息 哈岗的华人协会鼓励民众 踊跃的参与将于8月23日 也就是星期六下午3点 在西莱寺所举行的警民大会 一起来表达华裔民众对于治安的重视以及担忧 两个星期前 两个住在同一条街的罗家和度假 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相继遭到小偷 罗太太表示除了财务损失 每次回家的不安感更是她的噩梦 我的sliding door我现在再也不敢打开 我永远都是关着 这大概就是一种被偷后的一种后遗症 事后这个恐惧感是很不容易消除的 就是说睡觉也睡不安稳 那我又装了新的一个wireless的alarm 希望可以有一些帮助 至少在我自己本身的精神上面 我是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据了解自80年代以来 警方在哈岗只配置了两台巡逻车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哈岗华人协会希望所有社区居民 能一同出席警民大会 向主管哈岗社区事务的洛杉矶线第四行政区 以及主管哈岗社区的工业市警察局提出要求 加强对哈岗社区的治安防护和警员巡逻 把你们的问题把你们的要求向警方提出来 也听听警方对我们社区的治安 到底采取哪些办法 如何能够保障我们的安全 给予一些说明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